烤色車的到來 對美國這名三歲小男生來說 別具意義 因為從他出生到現在 正好碰上疫情延燒 所以大多時間都待在家中 生活最大的樂趣 就是每週五站在窗口看垃圾車 看到清潔隊員都認得他 後來清潔隊員每次來收垃圾 都會向小男生揮揮手 有次還送他玩具車 而小男生跟家人也準備禮物 給這名清潔隊員 從此之後 這名清潔隊員跟小男生 就成了好朋友 男童三歲生日當天 正好是收垃圾的日子 這名清潔隊員還特地呼朋引伴 請其他人多開五輛垃圾車過來 幫小男生慶祝生日 小男生的生日禮物 就是一輛玩具垃圾車 清潔隊員還打去說 這些禮物是要引誘小男生 加入他們的行列 我們需要新的運輯 讓他們開始 華視新聞 楊維靖邊 聲聲不醒宏觀視野 我是升宏 想要看體育新聞 就要趕快看華視新聞 趕快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